我現在跟120 在我的肩膀上 我只能保證 警察幫我幫忙 哈囉我現在人在柏林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比較歐美風格的日常妝容 那我今天用的是YSL的粉底 那我的色號是B20跟B30的滾色調 我會把它滾在我的手心 你可能怕不知道用量的話 就是上直下這樣拍才不會把粉底越推越薄 那YSL這個新的粉底我還蠻喜歡的 因為遮瑕度很高 配眼圈比較重的人的話 準備一深一淺的遮瑕膏 先用深的去遮這裡 然後再用淺的體驗 接下來就是拿蜜粉定妝 先用點子再用旋轉式的 這樣子才不會把定妝推掉 那我先選了一個BENEFIT 眉膠 描一個線 當然你畫線畫很值得的 你可以不用這樣做 把眉膏稍微的拉一下前面就好了 開始畫原因 首先我們先用這個對色 加強眼摩 兩隻眼睛眉光 就是讓你的眼睛整個有一個 然後眉骨的話可以用這色白色 這種白色眉骨好像有點膨起來的自然的效果 這個粉嫩的咖啡色呢 就畫在這樣子畫上去 就有點像是 上眼皮折衡在這裡的下面這裡 那我們現在也來這一色 有沒有看到先畫一個這樣畫過來之後 再慢慢想辦法把顏色往上淡 讓它有一點暈染的感覺 然後你可以把這個顏色畫下來 用這種 亮亮的這一色 有點珠光亮亮的顏色 打亮在這個位置 那真的亮 先畫內線 我是用黑色畫的 好 就這樣順著你的 睫毛 根部 那我今天來教大家 怎麼正確使用這個 燙睫毛器 就是你燙的時候 第一個 它一樣也要分三段 夾子 捲之後 再往上滑 往上滑 然後再把它往內 就是一樣分三段再捲 好 那下面睫毛怎麼燙呢 就是你 一般人可能是這樣壓著燙 你會燙到眼皮 對 就是這樣左右滑動把它往下壓 睫毛膏 Facial的這一支 捲翹的 那我先把下睫毛抓好 就這種一般款的睫毛就可以了 好 我們就是把它切成這種 把它剪一半 對 一個睫毛剪成一半之後 把它有點往內凹 那我們要把唇畫比較立體的感覺 要怎麼畫呢 就是一樣 你這邊畫一個叉叉 那KBD這個修隆盤 必買 反正我們基本上都是從髮際線出發 不是從臉這裡出發 是從髮際線 刷完之後 我們可以挑這個深一點這一色 是它顴骨下面這裡凹凹的位置 你要修鼻影的話 一樣就是這種鬆鬆的刷 沾淺色這個 一樣就是這裡 這樣刷下來 這裡畫一個B字型的 唇亮會有點像往外翻的那樣子 好 就是你要打亮明顯的話 你就買這種扁扁 有點像粉底刷的那種刷子 好 這是LOLA Mercier最近很紅的那一盤 就是畫這裡 然後這裡要這樣子刷下來的打亮 一些 擦在這裡 就像會有煙翹的感覺 好那腮紅的話呢 深膚色那種 深橘色的這個顏色 好一樣從髮際線這樣刷下來的腮紅 刷到這裡 有看啊 有做修容的臉 跟沒有修容的臉 是有差的 嗨 我終於把頭髮弄完造型了 所以我今天等於 一定可以出門囉 那大家下次見囉 掰掰 BYE BYE BYE